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合鸽子酒第二季,全十二集合集 这天美女同事早早的就完成了工作 说要去看电影,说这是她的娱乐 而合鸽子的娱乐很朴素,那就是下班后去喝一杯 于是下班后,她就走进了一条没来过的酒馆一条街 很快就看到一家心仪的酒馆,她立刻兴冲冲的走了进去 店员热情的招呼她坐下,给她送上筷子和湿毛巾 合鸽子环顾四周,发现店里客人挺多,大家都吃得酣畅,很是热闹 合鸽子抄起菜单,看到里面有乌贼刺身和肉豆腐 他犹豫不决该点点什么 店员过来向他推荐炸竹甲鱼,是用可以做成刺身的新鲜竹甲鱼做的 合鸽子扭头看到旁边的大哥正大口嚼着炸竹甲鱼 脑门和竹甲鱼一样有润 于是他就点了炸竹甲鱼和一杯生皮 毕竟热乎乎的炸物应该配冰冰凉的啤酒 就见厨师将鱼头切掉,将鱼从中片开,将鱼骨取出 然后蘸上面粉裹满蛋液,接着再裹上面包糠 最后放到油锅里炸 油花欢快的唱着歌,竹甲鱼在成熟 此时合鸽子点的生皮上桌了 那奶油状的泡沫让合鸽子越看越喜欢 拎起来咕咚咕咚灌下去半杯 这丫头的喉咙可够粗壮的呀 然后在合鸽子头水分泌越来越旺盛的时候 炸竹甲鱼终于上桌了 这一大块炸鱼金黄漂亮 呈等边三角形,肉眼可见的松脆 个头比合鸽子的脸还大 店员说可以搭配塔塔酱和酱油使用 合鸽子高兴的拿起筷子 从竹甲鱼的裆部将它一分为二 然后一半放上塔塔酱 一半淋上酱油 他夹起那片放塔塔酱的 大嘴一张就是一大口 牙齿和酥脆外皮一番较量 脆皮完败 发出咔嚓咔嚓的嚎叫 那声音太诱人了 厚厚的鱼肉嚼起来特带劲 鱼香阵阵热热乎乎 合鸽子吃的心满意足 吃爽的合鸽子超起啤酒 脖子一痒 干了个底朝天 然后又豪爽的要了一杯啤酒 转天上班时 领导喊他过去 让他把之前整理的资料重新整理一遍 说是总公司的命令 合鸽子满肚子不乐意 美女同事飘过来安慰他 然后又飘走了 于是晚上他加了很长时间的班 下班后当满脸不高兴的他 看到一家不错的酒馆后 立刻眉飞色舞的走了进去 店员招呼他坐在吧台前 合鸽子打开菜单 里面更是密密麻麻 让人眼花缭乱 合鸽子想吃刺身了 他看到小黑板上写着 山药汁金枪鱼 这玩意儿配冷酒 应该很对味 于是他就果断点了这两样 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就见厨师细心的切割着一块 漂亮的金枪鱼肉 马在小碗中 然后浇上山药泥 点缀上芥末和海苔丝 然后就端给了牙医子 这一小碗看起来挺好看的 而且这个碗的颜色 我很喜欢 此时店员拿来了 名叫松之丝的纯米酒 给他满满倒了一杯 酒杯倒满后 流到酒斗里 要的就是这个吊吊 看着清澈又张力的美酒 合鸽子眼里闪烁着 端详猎物的光芒 他伸嘴过去就是一口 酒香宜人 口感滑腻 真是上乘制品 接下来他把酱油 用筷子搅拌一番后 将芥末放在鱼肉上 夹起来一口送进嘴里 芥末的辣味 刺激着他的味蕾 山药香和鱼肉鲜 随后而来 混合在一起 真是好吃的不得了 他赶紧又夹了一块 真是越嚼越美味 但是碗里的山药泥 无法夹起来 所以他直接把碗端起来 稀溜稀溜的 吸进嘴里 那滑溜溜的感觉 像喝凉粉一样 合鸽子吃美了 赶紧端起大酒杯 作了一大口 顿时爽的不要不要的 很快山药泥金枪鱼 配冷酒就下肚了 和鸽子显然还没吃过饮 于是他又点了一份 炸墨鱼须 配冰小麦烧酒 他以资深酒货判断 炸物和清爽的小麦烧酒很搭 墨鱼须在油锅里 滋啦啦的炸着 捞上来已经焦脆焦脆的了 炖上桌一看 金黄金黄的 一副很想放进嘴里 用力嚼的模样 他赶紧挤上柠檬汁 然后夹起一根墨鱼须 直接扔进嘴里 牙齿突破酥脆的外皮后 开始切割筋道的墨鱼须 墨鱼的味道四散开来 口感特别扎实 很有嚼劲 他端起冰凉凉的小麦烧酒 喝了一大口 又爽的无以复加了 此时老板正批评店员 刀法不够细腻 说你要是觉得这份工作很无聊 那你永远只能是个半吊子 小伙儿立马认真起来 和鸽子顿时觉得 自己不该抱怨工作 要认真做好 每一件事才行 这么想着 他顿时就释怀了 然后又快乐的吃起来 真是人生无处 不受教啊 这天和鸽子跑到银行取钱 结果把银行卡 落到了取款机上 下一位顾客忙追出来 把卡还给他 哎 这人不是落魄作家吗 这么快又见面了 和鸽子万分感谢 一看表要迟到 赶紧回去上班了 因为受到帮助 他心里暖暖的 就连领导让他加班 他也欣然同意了 下班后 他决定用一杯暖心的酒 作为今天的结束 反正他喝酒 从来就不缺少理由 他走进了一家 很有情调的小酒馆 打开菜单 一番寻找 一眼就看到了 酒蒸花嗝 然后他就点了 酒蒸花嗝和清酒 他想要喝了之后 身心暖和的酒 于是老板娘给他推荐了 山形县产的李川 闻一下喝 口感柔和 暖心暖胃 一会儿功夫 老板娘就端上了 凉拌小松菜 和鲍鱼蘑菇汤 还有李川清酒 这蘑菇汤 看起来很有滋味 就是量少了点 他端起碗来喝了一口 真是太鲜了 蘑菇和鲍鱼汤 那能不鲜吗 他赶紧倒了一杯清酒 迫不及待的喝了一口 口感柔和滋润 带着丝丝的甘甜 他顿时就舒爽了 而那个凉拌小松菜 很是精致漂亮 他夹了一块子 送进嘴里嚼 果然绿色蔬菜 吃起来最舒服了 没任何心理负担 此时他点的酒蒸花嗝 终于上桌了 品牌依旧很漂亮 但量依旧很小 和鸽子喝了一小口汤 那鲜味真是 无与伦比的美妙 他一勺勺的 喝起来没完了 喝完后 他夹起一块花嗝肉 嚼起来 鲜汁被牙齿挤压出来 那滋味简直没致了 将鸭儿琴和花嗝 一起送进嘴里 一股奇香 在嘴里荡漾开来 举起酒来喝一口 真是神仙不患的享受 然后他就捏起花嗝 一个个的缩进嘴里 身心果然温暖了起来 吃完这家 他觉得还不够 于是决定再去一家 他来到了经常去的 那家小酒馆 店员和老板 都热情的招呼他 店员上来 就给他介绍了 新到的酒 叫群马泉 很适合做烫酒 于是他就欣然点了一壶 他看到老板 正在切牛棒 老板说菜根类食物 能够暖身子 于是何格子 点了一份炸牛棒 这孩子 你的身子是有多冷啊 而他点的烫酒 先端了上来 一个酒壶 一个酒杯 很是古朴典雅的样子 何格子马上倒了一杯 喝了一口 酒香弥漫开来 有种温酒宜人的感觉 此时炸牛棒也做好了 裹着酥脆的面衣 看起来很漂亮 热气腾腾的 勾人食欲 何格子夹起一片 蘸了点盐 送进嘴里 咔嚓就是一口 外焦里嫩 口感一流 牛棒的香味 徐徐释放 微微香甜的口感 让人立食愉悦起来 他立刻端起酒杯 抿了一口 瞬间就升华了 此时有新客人 走了进来 何格子一看 正是白天帮了他的 那个小伙 这世界简直太小了 何格子赶紧站起来 正式表示感谢 小伙看了看 何格子点的菜 于是也点了 炸牛棒和烫酒 雅艾子感觉 今天真美好 好酒好菜 还有新朋友 很快那小伙 点的炸牛棒 也端了上来 他吃了一片 越嚼越香 顿时露出了微笑 再喝一口烫酒 感觉疲惫顿笑 何格子再次感谢 说今天他一天 心情都很好 而小伙也说 他也是 帮人和背帮 都会心情愉快 这正是人性 最奇妙的地方 何格子亲情推荐 那家叫 碎亮的酒馆 都是精选的纯米酒 每天从驻地 采购新鲜鱼类 细心烹调 还有其他各种小菜 很适合下班后 来舒舒服服的 喝一杯 这天何格子去银座 拜访一位美容师朋友 他决定在银座 吃点好吃的 走着走着 他发现了一家 广岛料理店 广岛是何格子的老家 他很想吃家乡美食 于是他立刻走了进去 店员招呼他坐下 给他送上 湿毛巾和菜单 何格子问 有没有烤牡蛎 店员说有 于是何格子就点了两个 店员问他喝什么酒 而何格子就点了一杯 冰镇日本酒 就见牡蛎 在烤网上 滋啦啦制烤着 鲜味蒸腾缭绕 水汪汪的牡蛎 实在有人 此时旁边客人 点的炸天竹雕 和制烤蝶鱼上桌了 看起来都很好吃的样子 很快何格子点的 冰镇日本酒 和烤牡蛎 就端了上来 Q弹有质感的牡蛎肉 让何格子蝉咸欲滴 他赶紧倒了一杯酒 闻了闻酒香 然后深吸一口 那滋味 真是沁人心脾般的清爽 然后他将柠檬汁 挤在牡蛎上 用筷子夹起 那一大团鲜嫩多汁的牡蛎肉 一口塞进嘴里开嚼 鲜汁在嘴里肆意乱窜 美妙的鲜味 和Q弹的口感 让何格子喜不自禁 他赶紧端起酒杯来 再喝一口 那感觉就像飞天一样美妙 他还捏起牡蛎壳 将里面的鲜汁吸进嘴里 鲜味顿时上了头 整个人都融化在了鲜味里 吃完后 店员对何格子说 他们的鱼都是从丙织谱直运过来的 保证极度新鲜 何格子问 那桌客人点的天竺雕是什么 店员说是一种小鱼 喜欢在脑袋上顶着石头 也叫再食鱼 而何格子暗下决心 一定要再来这里每餐一顿 于是周末时 他就约了高中同学姚湘一起来这家广岛料理店吃饭 两姐妹见面后 立刻端起啤酒 碰杯畅饮 果然酒鬼的朋友 多是酒鬼 冰冰凉的啤酒下肚 两人顿时就爽了一波 然后两人就赶紧点菜 毕竟有酒没菜 喝不痛快 最终他们点了一份炸牡蛎 还点了一个柠檬锅 就见厨师将裹了面包糠的牡蛎肉 放进油锅里炸 吃啦啦的滚油声不绝于耳 很快这一片金黄焦脆 摆盘漂亮的达姆利就端了上来 色香味俱全 看起来就好吃 旁边还有经典酱汁 番茄酱汁和蛋黄酱 三种口味的蘸料 姚湘把柠檬挤在上面 何格子夹起一个蘸了经典酱汁 咔嚓一口咬掉半个 外壳酥脆内里柔软 热热乎乎香浓美味 果真是下酒极品 何格子立刻端起啤酒 就是一大口 姚湘也吃的赞不绝口 喝一口啤酒爽的不要不要的 然后姚湘将番茄酱和蛋黄酱混合在一起 加起一个烤牡蛎蘸了蘸 如此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而何格子把蛋黄酱和经典酱混合在一起 用炸牡蛎蘸了蘸咬了一口 口感顿时变得独特了起来 此时厨师正在制作柠檬锅 锅里面放了鱼肉 蘑菇 娃娃菜等食材 很快两个海鲜柠檬锅就端了上来 店员给锅子点着火 说等锅子开始冒泡后 将切好的柠檬片和大葱放进去 再煮一分钟就可以吃了 姚湘提议再点点日本酒喝喝 而店员就推荐了店里自己酿的酒 叫海水之滴 于是两人就欣然要了两杯 姚湘说他还是第一次吃柠檬锅 说日本60%的柠檬都产自广岛 何格子感觉姚湘知道的还挺多 很快海水之滴送了上来 造型很是漂亮 而两人的柠檬锅也煮的差不多了 何格子迫不及待的咬了勺汤汁 喝了一口 酸酸的鲜鲜的 还有蔬菜香 味道简直绝版了 他又咬起一块鱼肉送进嘴里 渗入了柠檬酸的鱼肉 味道清爽酸甜 鱼肉香历史变得口感复杂高级起来 何格子吃美了 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那鲜细的味道毫不喧宾夺主 涓涓细流般躺入喉咙 让人有种抽身烦俗的感觉 而姚湘也美美的喝了一口 说今天真的太爽了 何格子问姚湘知不知道天竹雕 姚湘说知道 个头很小 炸着吃很好吃 何格子惊讶的说 你知道的也太多了吧 这天何格子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时间还早 所以他决定犒劳一下肚子 走着走着 他看到了一家西班牙料理 显得很有格调的样子 他正在犹豫要不要进去 店员出来对他说请进 何格子立刻受到鼓励 上了楼 店里的装潢布置很有格调 店员找了个空座让他坐下 何格子看到旁边 有个成熟气质美女正在吃饭 他赶紧摘掉了帽子 让自己也成熟点 黄顾四周都是穿着很时髦的人 他心想有格调的餐厅 果然聚集的都是颜值气质俱佳的人们 他猛抬头看到了一只硕大的生火腿 看起来力量十足 服务员过来让他选个酒 何格子让服务员推荐一款 于是服务员给他推荐了一款白葡萄酒 果香中混合着淡淡的酸味和苦味 很受女性欢迎 于是何格子欣然同意 并且点了一份利比里亚生火腿 很快服务员给他倒了一杯白葡萄酒 漂亮的酒杯装满清澈的白葡萄酒 闪闪发光 分外漂亮 提鼻子一闻 真的果香浓郁 他看到厨师正在给他片火腿 那肉质 那颜色 那纹理 无不写着大大的好吃 一片片的码在盘中 看起来很有艺术气息 肥瘦相间 特别鲜艳漂亮 很快 这盘子生火腿薄片就上桌了 何格子赶紧插了一片薄如蝉翼的火腿 塞进嘴里 嚼了两口后 一股肉香劲爆袭来 果真还是肉香呀 更是醇香无比 他赶紧端起白葡萄酒 喝了一口 满口的芳香 跟火腿真是太搭了 他一口一口的吃着生火腿 这腌渍和风干后的火腿肉 真是极品 一杯酒喝完后 服务员过来问他 要不要再来杯红葡萄酒 并给他推荐了一款 果香浓郁 口感丰富的 这正合何格子的心意 很快 红葡萄酒就倒进了酒杯里 何格子喝了一口 果然富裕芬芳 口感颇佳 但是吃着吃着 生火腿就吃完了 于是他抄起菜单 又点了个鸡肝酱 厨师将做法很复杂的鸡肝酱 装进小碗中 肝香非常浓厚 还搭配着六片梅尔巴吐司 活像一只熊的脚印 何格子赶紧在一片脆脆的吐司上 抹上鸡肝酱 然后送进嘴里 咬了一口 咔嚓作响 肝香浓郁 再喝一口红酒 三合一 完美无瑕 他一口鸡肝 一口酒的 美美享受着 把旁边的气质美女都给看馋了 而此时 气质美女点的西班牙橄榄油香蒜虾上桌了 何格子偷眼观瞧 那盘虾咕嘟嘟冒着气泡 蒜香阵阵 肉质似乎很紧实 何格子也想点一份尝尝 但是跟朋友约会的时间马上到了 所以他依依不舍的离开了 服务员周到的送他到门口 鞠躬表示感谢 何格子决定下次再来尝尝 于是这天 他打扮得很时髦的 来到了那家西班牙料理店 上来就点了西班牙橄榄油香蒜虾 吃货真的是有吃必硬呀 香蒜虾咕嘟嘟冒着香气 大虾很有质感 肉眼可见的美味 何格子喝了一口起泡酒 冰冰凉很舒爽 然后就插起一个鲜汁满满的大虾仁 吹了两口 塞进嘴里嚼起来 蒜香四溢 鲜味十足 肉质仅实有坦力 美味无与伦比 他一口大虾一口酒的交替享受 这是他每天最大的乐趣了 随后他将法式长棍面包 掰开 蘸了里面的汤汁 咔嚓一口下去 是一种更加浓郁的口感 何格子一口口的根本停不下来 结果很快 面包就吃没了 但大虾还有不少 他想再点一份面包 但又担心吃不完 哪知他一扭头 又看到了那位气质美女 那美女正在吃鸡干酱 美女的面包也吃完了 于是他又点了一份 但他说他也吃不完 可以跟何格子分享 何格子一听很是高兴 愉快的接受了 美女说 他上次看到何格子点了鸡干酱 吃得很享受 所以他今天也点了 何格子盲说 我也一样 然后就开心的吃了起来 服务员说 在西班牙 橄榄油香蒜香 是一道在普通家庭中 就能吃到的大众美食 何格子顿时觉得 时髦的和朴素的人 帅气的和不帅气的人 世界上虽然有形形色色的人 但在美食面前 大家都是一样的 这天中午 何格子和同事们 吃了中式便当 红黄绿 各种颜色 各种菜式 味道好极了 于是下班后 何格子就特别想吃中餐 所以他就坚定的 走进了一家中餐馆 打开中式传统的菜单 里面密密麻麻的都是菜 各式各样 琳琅满目 种类实在太丰富了 然后他就翻到了主食那一页 看到有水饺 煎饺 烧卖 小笼包 韭菜包子等等 最后他一眼看到了 自制春卷 他特别想吃春卷 所以就点了个春卷和啤酒 这菜点的也太寡诞了吧 很快他点的啤酒 先端了上来 他赶紧冰冰凉的倒了一杯 一口干掉了大半杯 那舒服的感觉 真是凉丝丝的冰爽 就见厨师将切碎的大葱 倒进笋丝香菇等食材里 一通搅拌 这就是春卷的馅料 粘粘稠稠的 看起来味道颇佳 然后厨师将馅料 放到面皮上裹起来 这春卷就算包好了 下到油锅里炸 滋滋啦啦的滚油声 悦耳动听 炸到变色后捞出来 给何格子端上了桌 这几个春卷金黄金黄的 煞是漂亮 那外皮的质地和颜色 让人耳边响起咔嚓声 何格子赶紧夹起一个 顺着切开的横截面 能看到里面的内脏 他咔嚓就是一口 烫得他嘴都秃鲁皮了 但是那松脆的外皮 口感丰富的馅料 美味顿时在舌头上 牙齿间和硬额下 释放出来 滋味美妙的 就像除夕叶绽放的烟火 何格子赶紧又夹起一个 仔细分辨内脏的组成 有猪肉 竹笋 香菇 还有大葱 他咔嚓又是一口 不管你是什么内脏 今天都得进老娘我的内脏 接着再灌一口冰冰凉的啤酒 何格子瞬间就快乐似神仙了 他一口口的嚼着 一口口的喝着 这可比搞对象快乐多了 他禁不住向中华四千年的历史致敬 呃 不应该是五千年吗 这天同事小魏说 他想去学太极 说太极能减肥 于是两个同事都怂恿何格子一起去 最终何格子就被他俩拽去武馆学太极 咦 这个老教练看起来很眼熟啊 有人认识吗 老教练让大家跟着老师一起做动作 但那两个同事打的都跟干树叉一样僵硬 但何格子却打的有模有样的 老教练直夸何格子有天赋 何格子顿时满心欢喜 于是下课后 他决定再去吃中餐 他走进了一家门帘挺大的中餐馆 店员客气的安排他坐下 他打开菜单仔细观桥 同样种类丰富 眼花缭乱 他想吃糖醋里脊 回锅肉 砂锅排骨 过油牛肉 但他一眼就看到了麻婆豆腐 于是他瞬间决定 就吃这个能让人出汗的麻婆豆腐了 感觉日本人怎么这么爱吃麻婆豆腐呀 接下来该选中国酒了 而他决定要绍兴黄酒 毕竟中国白酒对他来说 度数有点高 于是他就跟服务员点了麻婆豆腐和绍兴黄酒 可惜这么多美食就点了个麻婆豆腐 真是有种吃不通快的感觉 首先绍兴黄酒端了上来 用茶壶装的 何鸽子倒了一杯 色泽漂亮油润 民意小口真是回味油肠 就见厨师切大葱 拍大蒜 剁豆腐 锅里炒着麻辣肉沫 把洁白的豆腐倒进去 一顿翻炒 很快这道麻婆豆腐就做好了 装在罐子里 咕嘟嘟的冒着热气 就跟火山药喷发了一样 撒上大量花椒粉后就给何鸽子端了上去 何鸽子看到这诱人食欲的菜 顿时双眼冒光 赶紧往小碗里咬了两勺 黏黏稠稠的麻婆豆腐 吹了一口 确定他没注意后 一口送进嘴里 一股麻辣汹涌袭来 他的那条一直生活在清淡世界中的舌头 顿时就废了 那麻辣的攻击力实在太强悍了 但是这味道却那么让人上瘾 何鸽子一勺勺的吃 根本停不下来 这家店用的是南豆腐 也就是石膏豆腐 细腻口感好 但是何鸽子还是喜欢北豆腐 也就是卤水豆腐 有微苦扎实的口感 麻婆豆腐很万能 配酒配米饭都很合适 何鸽子想起小时候吃的麻婆豆腐 口感清淡 配米饭吃很好吃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口味越来越重 越来越复杂 现在他更喜欢这种麻辣中口味的了 他感觉长大真好 吃完麻婆豆腐 端起绍兴黄酒 一口干下 真是麻辣配酒 越喝越有 哪知不小心酒杯掉了 他立刻伸手接住 然后就突然穿越到了无管里 并打起了醉拳 那个老教练正捧着葫芦 给自己灌酒 这老头cosplay的是哪个角色呀 何鸽子醉拳打的 还真有几分好看 打完后 他瞬间又回到了现实中 从武侠梦中醒过来后 他有点不舍 哪知一抬头 就看到了老教练 老教练说 他是这里的厨师长 我去 您是厨师来日本教太极了 还是全师来日本做厨师了呀 果然是个万能的人才 老教练让何鸽子 一定要继续来学太极拳 何鸽子愉快的答应了 然后又开始吃起美味的麻婆豆腐来 麻辣鲜香 越吃越爱吃 还禁不住 比划了个醉拳的动作 帅得一塌糊涂 本集中 吃肉喝酒打醉拳 厨师拳师都能干 人生本可多面手 俗世缠身毁所有 这天上班时 同事们正讨论 在某个小摊上吃到的关东煮 味道特别好 汤汁贼棒 吃完就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何鸽子听到这个 顿时耳力高度集中 想听听那个小摊在哪里 同事们说 是在一个荒废的站台 何鸽子脱口而出 是新桥吧 同事们愣了 问何鸽子是不是很感兴趣 何鸽子说 他还没在小摊上吃过呢 于是下班后 何鸽子穿大街走小巷 来到了那个地方 看到了一个蒙着透明塑料布的小吃摊 突然出来一个长得有点吓人的人 何鸽子慌忙离开了 心说还是下次再来吧 然后他就走进了一家小酒馆去喝酒 店员招呼他坐在吧台前 他看到客人们都喝得很高兴 还有一位成熟优雅的美女 何鸽子好希望自己以后 也能像那位美女一样 优雅又魅力 他看到小黑板上有各种美食 刺身 炖菜 烧烤 应有尽有 柜台里还摆放着各种食材 他问其中一个是什么食材 厨师说 是自制未曾腌制的 吸精烧蓝色马胶鱼 于是何鸽子就点了这个 吸精烧蓝色马胶鱼 和一杯冷酒 厨师推荐了福井本地的一款 纯米酒 就见厨师将盖部掀开 里面是一块块的腌制好的 蓝色马胶鱼 那颜色非常漂亮 用水冲洗之后擦干 此时店员端来了纯米酒 给何鸽子倒了一杯 还给他端了一杯白水 是对酒的水 就是喝的太浓烈的话 可以喝口白水 解解酒 何鸽子迫不及待的 喝了一小口 感觉酒香浓郁 口感顺滑 对于他这种酒鬼来说 根本不需要兑白水 此时马胶鱼正在 微微冒着泡 肉质紧实 颜色漂亮 非常有质感 很快就给牙医子端了上去 还以为是三块呢 怎么就一块呀 不过这鱼肉看起来 确实够美味 外表呈褐色 油光闪烁 何鸽子提鼻子一闻 真的酱香浓郁 他赶紧挖了一块鱼肉 夹起来端香一番 送进嘴里嚼起来 鱼肉香顿时释放出来 吸睛味噌的味道 很是温和 跟鱼肉香配合起来 果然是绝配 他又夹起一块鱼肉 感觉越嚼越香 他可太喜欢这个 吸睛烧麻椒鱼了 然后他把鱼皮扯断 这鱼皮肯定嚼脆 因为我感觉它已经烤糊了 何鸽子把鱼皮送进嘴里嚼 嚼香太浓烈了 毕竟都快糊了嘛 他赶紧喝一口酒 干裂的冷酒入喉 他感觉自己整个人都燃烧了 他一口鱼肉一口酒的吃起来 每一口都是享受 他感觉鱼肉用吸睛烧味层腌制 才会变得如此美味 所以要想变成那位美女那样 优雅有气质 是必须要好好准备一番的 要多多投资自己 不断提升和修炼才行 每次吃饭 何鸽子都能悟出点道理来 真是没白吃 虽然吃的少 但悟出的道理多呀 转天同事说 想学硬笔书法 而同事小魏说 他想学法语 原来大家都在很努力的提升自己 而何鸽子还不知道要学点什么 他喜欢喝酒 那试酒师品酒师似乎很适合 看来何鸽子的生命 已经离不开酒了 而下班后 他又来到了那个 关东煮的小吃摊前 他必须要尝尝 大家都说好吃的关东煮 这孩子在吃方面 毅力可真是不小 他看到里面已经坐了许多人 但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老板欢迎他光临 而旁边的大哥 忙给他腾了个位子 何鸽子感觉 这几个大哥人挺好 他看到那些关东煮 泡在汤汁里 非常清亮 光泽诱人 看来这汤汁 果然有一手 老板问他想吃什么 他说先来杯烫酒 这一看就是老酒鬼的节奏 何鸽子看着菜单 感觉每一样都想吃 于是他先点了白萝卜 牛筋和鸡蛋 老板将白萝卜 牛筋和鸡蛋 捡到盘子里 并抹上一丢芥末 这一盘看起来水润润的 很小清新的感觉 何鸽子先端起烧酒来 喝了一口 酒劲还挺大 此时旁边微熏的大哥 又要了炸豆腐 炸鱼 抹鱼丝 章鱼 白菜肉卷和鱼肉饼 而何鸽子切下一块 软烂的白萝卜 一口送进嘴里 白萝卜已经煮得非常入味 浸润其中的汤汁 果然很有滋味 味道浓郁鲜美 接着他捏起那串牛筋 直接蘸了芥末开路 一口咬下去 顿时被芥末给辣哭了 他赶紧喝了一口酒 解解辣 呃 貌似酒辣和芥末辣 加一起会更辣吧 接下来他把鸡蛋一分为二 并抹了点芥末 然后一口送进嘴里 那味道确实是美妙 这都多亏了汤汁 调配的好 何鸽子吃的很舒爽 此时旁边那大哥要走了 刚才点的那么多根本没动 他让大家纷纷吃了 然后另两个大哥 让何鸽子也一起吃点 何鸽子忙表示感谢 然后拿了个章鱼须 那大哥让他再拿一个 说鱼肉饼很好吃 于是何鸽子又拿了那个鱼肉饼 这鱼肉饼也太大了 何鸽子感觉这里的时刻都好热情 就像一家人在一起吃饭一样 他边吃边喝 吃得特别舒服 喝完一杯 他又要了一杯 老板说大胆的进来试试 感觉还不错吧 何鸽子忙点头称试 今晚吃的真是又美味又温暖 这天何鸽子正在公司 幻想该如何搭配各种美食 两个女同事凑过来 说他的皮肤看起来状态不好 何鸽子拿出照妖镜一照 果然面色晦暗 毫无升级 他赶紧按摩起来 下班后他很郁闷 琢磨着应该吃点补充精力的东西 结果一抬头 就看到了一家活力四射的冲绳饭馆 他高兴的走了进去 店员热情的夸赞 他是大美女 何鸽子顿时懵了 如在云里雾里 心里美极了 店员给他拿来菜单 让他好生选择 何鸽子感觉郁闷的心情 一下子开朗了许多 这样热情的饭馆 最适合现在的他了 然后他就点了个 必点的冲绳名菜炒苦瓜 将苦瓜豆腐火腿肉 放在一起炒 再打进去一个鸡蛋 一起扒了 最后撒上鲸鱼花 这盘菜色香味俱全呀 很快店员就给他端上了 热乎乎的炒苦瓜 和一杯冰冰凉的啤酒 店员说 因为何鸽子长得漂亮 所以还赠送了一盘海葡萄 何鸽子听吧 更是心怀怒放 望着漂亮的美食 他细不自禁 赶紧加了一块火腿肉 放进嘴里嚼起来 微咸醇香 味道好极了 炒苦瓜里撒着鲸鱼花 分外漂亮 他赶紧加起一块子品尝 各种口感汇聚在一起 咸香无比 最后何鸽子加起苦瓜 塞进嘴里 好久没吃过苦味了 他盼着吃点苦头 苦瓜富含维生素C 那玩意儿对皮肤可好了 何鸽子一口口吃着苦瓜 如饥似渴的 为了美容 他可真是吃得了苦 我倒是挺喜欢吃苦瓜的 不知有没有不爱吃的小伙伴 再喝一口冰凉的啤酒 何鸽子感觉 沐浴在大海中一样舒爽 他好想去冲绳一趟 那是他许久的愿望了 于是他喊来店员 要了一杯炮盛 也就是冲绳产的蒸馏酒 他问店员推荐什么 店员推荐了一款陈酿清酒 说年数越高 香气越浓郁 何鸽子欣然 要了一杯加冰的 就是从坛子里咬出来 倒进冰块里 那感觉真是古朴又美妙 店员端酒上来 发现何鸽子不见了 原来他跑去跟对面的哥几个喝酒去了 这酒馆的氛围可真是不错 何鸽子看到杯子上有琉球的花纹 非常漂亮 他太爱这个花纹了 他赶紧喝了一口酒 果然非常好喝 再吃一口炒苦瓜 这酒和这菜简直太合拍了 他激动的告诉店员非常好吃 店员说这可是绝配哦 何鸽子觉得各个地方的美食 和当地的酒都是最搭配的 这可能跟氛围有关 此时他收到了短信 追他的男的约他见个面 说好酒未见 甚是想念 但何鸽子吃的正美 可没心情见他 他扔掉了手机接着吃 所以千万别当舔狗 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结果转天 两个同事对何鸽子说 他的皮肤又变得水灵灵的了 呃 这难道是说皮肤需要补酒吗 他们问何鸽子 怎么把皮肤搞好的 何鸽子说是吃美食吃的 下班后 何鸽子一边走一边念叨着 中餐搭配绍兴黄酒 寿司搭配日本清酒 烤肉搭配韩国米酒 真是各个国家 都有各个国家的特色 然后他就看到了一家亚洲美食店 那是一家泰国餐馆 打开菜单 映入眼帘的 有泰式炸鱼饼 泰式炸春卷 生春卷 炸虾 他觉得吃蔬菜对皮肤好 所以点了个生春卷 以及一杯泰国国民啤酒 圣食啤酒 就见厨师将春卷裹好 切成段 摆盘后就漂漂亮亮的 端给了何鸽子 何鸽子满心欢喜 赶紧加了一个仔细端详 里面有虾 胡萝卜 黄瓜 菜叶 那么多种类 不知哪个才是主角了 他往上面撒了点甜辣酱汁 然后大嘴一张就塞了进去 咔嚓嚓嚼了几口后 各种味道纷纷逃了出来 甜辣酱和生春卷 特别搭配 何鸽子吃的摇头晃脑的 这种动作一般七岁以上的小朋友都不屑用了 接着他倒了一杯圣食啤酒 泡沫洁白很有质感 端起来咕咚咚咚就是一大口 喝得太快 啤酒沿着嘴角直往下流 他又开始好奇 是根据美食造的酒 还是根据酒发明了下酒菜 这就跟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个样 果然人一旦吃饱喝足 就开始胡思乱想了 他感觉吃的还不够 于是又点了一杯啤酒 外加一个冬阴公汤 一抬头看到对面的男的 正跟旁边的美女说 香菜有排毒的功效 还说泰国菜有美容的功效 还不忘夸赞美女皮肤好 美女高兴的上去就亲了一口 哎哟 这招不错哟 回头我看到美女也这么夸一夸 很快 何鸽子点的冬阴公汤烧好了 在上面撒上香菜 就给何鸽子端了上去 何鸽子打开盖子 这一碗汤颜色漂亮 甚是浓郁 香味撩拨着何鸽子的吃货神经 他赶紧往小碗里盛了一些 先把香菜摇起来 一口吃掉 解解毒 然后咬了虾仁 送进嘴里嚼 鲜香无比 汤汁浓郁 口感一流 他端起啤酒来 咕咚咚咚就是一大口 清爽无边 自在无限 他喝一口汤 喝一口酒 酸辣的浓汤 配上冰凉的啤酒 那可真是冰火两中天的感觉 此时对面的美女说 他还想再吃点 男的建议吃大米饭 说泰国大米可好了 说冲绳产的泡盛酒 用的就是泰国大米 说最初用的是中国米或韩国米 后来引进泰国米后 就用泰国米来酿酒了 美女很高兴 说你知道的真多 然后上去又是一口 呃 这位姑娘你过来 我给你讲讲食王格为什么 而何鸽子也算是长知识了 想不到酿酒 还有这么多的学问 从酒肝出来一照镜子 他发现自己的皮肤又变好了 我只想知道 你这镜子藏在哪里了 放在胸口当护心镜了吗 此时他又收到了追求者的短信 心情很好的他决定去见一面 然后就蹦蹦哒哒的走了 这天上班时 何鸽子和同事又在讨论中午吃什么 同事说附近新开了家海鲜馆 各种鱼做的特好吃 我去 你们这不是要吃鱼 是在摸鱼呀 而何鸽子说 他中午带了便当 因为他每天大吃大喝的 鱼额不足了 老板见他们上班摸鱼 又搬来一摞资料让他们整理 果然摸鱼后果很悲惨 晚上下班 何鸽子又溜达到饭馆一条街 为了省钱 他决定不去那些有情调的 价格贵的小资餐厅了 他想去便宜的那种小饭馆 然后他就看到了一家居酒屋 美女店员热情招呼他进去 他看到墙上贴满了各式菜品 他一抬头看到了土豆沙拉 居酒屋里的王道料理 然后他又看到了乌龙茶烧酒 和土豆沙拉最配的烧酒 这两样加起来不过650日元 太便宜了 于是他就高兴的跟美女店员 点了乌龙茶烧酒和土豆沙拉 厨师将做好的土豆沙拉 一番装扮后 给何鸽子端上了桌 活泼的女店员还蹦蹦跳跳的 祝贺何鸽子点了最佳搭配 这姑娘可真是活力四射呀 何鸽子先端起 夹了冰块的乌龙茶烧酒 喝了一大口 兵力十足 直达肺腑 摆得跟小兔子一样的沙拉 何鸽子满心欢喜 他夹了一块的土豆泥送进嘴里 真是纯香纯香的 里面还有土豆小颗粒 口感很好 他一口口吃着 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里面还有黄瓜胡萝卜火腿 几种颜色组合在一起 非常漂亮 何鸽子越吃越爽 越喝越痛快 此时店里进来两个怪人 还带了个企鹅头 被美女店员一把薅走了 两人跟何鸽子搭讪 说他们是这里的常客 然后就开始抱怨 他们的cosplay产品卖不出去 还畅饮一杯 加冰加烧酒 和薅皮酒混合的杂交酒 因为里面富含气体 喝起来相当爽 有啤酒的口感 酒精度数很低 何鸽子这个酒鬼 顿时被吸引了 他也想来一杯尝尝 于是店员拎来了旅壶 先倒上烧酒 然后再倒入薅皮酒 何鸽子一大口下去 顿时就舒爽了 感觉在这种小店 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喝酒 很热闹 也很舒服 喝完酒 他和两个醉醺醺的怪人 一起离开 美女店员 让他回家路上小心 但喝鸽子还没喝够呢 他准备再去一家 接着喝 他突然看到了一家 罐头酒吧 感觉这地方不错 于是就一头钻了进去 老板招呼他 坐在吧台前 他环顾四周 发现店里摆了好多罐头 琳琅满目 色彩缤纷 把他给看呆了 他看到牌子上写着 富士山路 嘉宾威士忌 只卖四百八 于是就点了一杯 酒端上来后 他迫不及待的开喝 冰冰凉的 分外舒服 而这里的罐头 实在太多 他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了 最后他看到上面写着 蛋黄酱 烤金枪鱼罐头 于是就跟老板 点了这个罐头 老板拿了盒 金枪鱼罐头 麻利的打开 倒掉里面的汁水 把洋葱丝塞进去 再倒上蛋黄酱 然后用喷枪 强力烧烤 很快就给烤的冒泡了 然后这一盒 可爱的洋葱 蛋黄酱金枪鱼罐头 就做好了 表面焦黄 勾人食欲 和鸽子提鼻子一闻 香味乱窜 他赶紧夹利筷子 送进嘴里嚼起来 连连点头 味道真是不错 金枪鱼的油脂 渗入洋葱里 吃起来清爽又香醇 再喝一口冰凉威士忌 可真是爽翻了天了 和鸽子觉得 这个罐头真不错 于是决定 下次自己 也这么做一次 他想 虽然高级料理很棒 但他还是乐意享受 又便宜又好吃的美味 最后结账花了八百日元 两家加起来 还不到一千五百日元 他感觉今晚的吃货之旅 可真是超值了 这天和鸽子跑到 出租车失误招领处 拿回了自己的手机 因为昨晚喝多了 手机掉在出租车上了 他超尴尬的 匆忙赶去上班时 突然看到一家 早晨就开始营业的 小酒馆 他心里有点痒痒 于是决定 哪天来试一试 而转天就是休息日了 和鸽子九点半 就来到了这家小酒馆 他决定好好喝一顿晨酒 从外面看 里面的客人还不少 应该有很多是下夜班的人 他走进去 惊讶的发现 这里简直是座无虚席 而且喧闹得很 伙计让他自己找个座位随便坐 和鸽子坐下来 四下观桥 各色人等都喝得很舒服 他很奇怪 大家怎么一大清早就开始喝酒了 他抬头看到墙上 贴满了密密麻麻的菜单 每一道菜他都想吃 最后他举手想要一份烤鸿鱼干 但总是被截糊 客人一会儿要炸肉排 一会儿要炒牛棒丝 一会儿要酱汁鸡皮的 和鸽子好不容易 才点上了烤鸿鱼干和烫酒 哪只伙计说 鸿鱼干卖完了 和鸽子只好在茫茫菜海中 重新选择 他正选着呢 看到旁边一个西装哥 正在泡妞 说自己在公司是桃花王 好多小姑娘喜欢 然后就恳请对面的美女 跟他约会 但美女拒绝了他 说自己有两个小孩子 而且还要整天工作 结果桃花王站起身来 一本正经的说 请让我来照顾你们吧 那美女不禁露出微笑 和鸽子沉间酒还没开喝呢 先看了部沉间剧 随后和鸽子就点了个 凉拌金枪鱼 而老板给他倒上了一杯烫酒 和鸽子迫不及待的作了一口 竟然毫无大早晨 就喝酒的罪恶感 反倒很是舒爽和暖和 此时凉拌金枪鱼端了上来 金枪鱼上盖着味噌酱 看起来还挺漂亮的 他赶紧加了一节葱白送进嘴里 一嚼之下味道相当不错 胃葱和嫩葱相得一张 他又加了块鱼肉吃 味道先极了 鱼肉和胃葱也很搭 这胃葱真是神了 然后再端起酒杯来喝一口 顿时爽的不要不要的 此时旁边的西庄哥和美女 起身离开了 不知道西庄哥成功没有 看意思应该是成了 紧接着旁边桌 就被新来的食客坐上了 他们点了顿内脏 和鸽子定睛一瞧 那顿内脏真是妙啊 肉眼可煎的好吃 就见那大哥撒调料 就跟不要钱似的 大哥看了他一眼笑了 心说这姑娘必定是吃货 于是和鸽子也点了顿内脏 还有一杯兑水酒 就见伙计揭开锅盖 里面是一锅浓稠的顿内脏 炖了好几个小时 盛上一小碗 在上面撒上葱花 然后就端给了和鸽子 和鸽子赶紧先把酒倒进冰块里 再把清水倒进去 还贪婪的用手指搅拌一番 这就有老酒鬼那味了 他端起来喝了一口 果然是沁人心皮般的清爽 接着他就抄起七味粉 撒在炖内脏里 里面还有魔芋豆腐 然后就夹起一块 不知是什么部位的内脏 送进嘴里嚼起来 真是越嚼越香 他一块块的把内脏往嘴里扔 嚼起来咯吱咯吱的 别提多有口感了 他还禁不住端起碗来 喝里面的浓郁酱汤 那滋味更加的浓郁香醇 再喝一口对水酒 他整个人舒爽的都快上天了 他感觉吃陈酒真是太棒了 这家创建于1947年的店 怪不得人那么多 果然有两把刷子 何鸽子吃饭很不老实 四处观察其他时刻 在吃什么美食 仿佛看着别人吃 他也能尝到味道一样 他看到很多人都在吃炖内脏 看来这道菜是这里的招牌菜 此时有两个客人 进来坐在何鸽子旁边 那个老大爷特别爱搭讪 问何鸽子是做什么工作的 何鸽子忙说 是在手机销售公司工作 那大爷立刻说 他年轻的时候 网络和手机都没有 很不方便 说现在的年轻人 可是太幸福了 然后大爷又问对棍的小伙 干什么工作的 结婚没有 小伙说在工地工作 还没结婚 大爷说在工地不是什么好工作 小伙很不爽 而大爷说 他年轻时候在煤矿挖煤 比工地可累多了 而小伙说 他爷爷也挖过煤 然后两人就热热乎乎的聊了起来 这老头真是个社交牛逼症 而何鸽子感觉 只有在这种大众酒馆 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伙计怕何鸽子受那老头打扰 问他要不要换个位子 看来这老头经常打扰别人 而何鸽子说 不用了 他在这种环境和氛围 以及乱遭到的喧哗里 喝得很得劲 本来喝酒就是为了快乐的 怎么快乐怎么来 吃饱喝足走出店来 何鸽子相当满足 结果伙计追出来 把他的手机交给了他 我看何鸽子这脑子再喝 恐怕就要废掉了 这天何鸽子去店里 买了一套婴儿的服装 因为他的姐姐生小孩了 他还拿出小外甥的照片 比了一下 感觉很满意 他想庆祝一下自己当小姨 传统来说就得吃鸟鱼 于是他就走进了一家 叫欺负神的小酒馆 因为这店的名字很吉祥 店员招呼他坐在吧台前 抬头看去 上面挂着许多菜单 随风漂白 他抄起一本菜单 不知该吃哪种鸟鱼 犹豫再三 决定来个豪华的 炖煮金木雕 于是他就跟伙计 点了炖煮金木雕和日本酒 伙计向他推荐了一款 名叫欺负神的酒 老板将红色的鸟鱼 放入盆子里 倒上酱油等佐料 蒙上锡纸开煮 这方法不错呀 请问这就叫锡纸烫吧 伙计给何鸽子端上了 欺负神酒 何鸽子倒了一杯 凑到嘴边抿了一口 口感温和 仔细品味 还有大米的清香 很快鸟鱼也做好了 掀开锡纸 浇一浇汤汁 放上葱丝 端上了桌 可真是色香味俱全 何鸽子激动的 连说这个真豪华 他赶紧加了一块 鱼腹部的肉 肉质动人 他一口塞进嘴里 鲜美的味道 瞪时迸发出来 鲜嫩柔软 味道绝佳 再喝一口酒 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 他扑羞的一声 把旁边的大爷吓一跳 心说这是人类 能发出的声音吗 何鸽子一筷子一筷子的戳下鱼肉 一筷子一筷子的往嘴里送 充分享受小外甥 给自己带来的福利 鱼头周围的肉最好吃了 很成型 口感也好 也很入味 他还夹起鱼眼送进嘴里 还念叨着补充DHA 他吃的无比开心 鲦鱼被他大卸拔块 能吃的地方都吃掉了 这条鱼确实味道很好 他还从里面挑出一块 外形酷似鲦鱼的骨头 伙计说 吉祥的鲦鱼里面 还有一条鲠鱼 这就叫喜上加喜 你很有福气哦 何鸽子很是高兴 立刻举手又要了一壶酒 这天领导提前回家 给儿子庆祝生日 何鸽子很羡慕 因为他的家在广岛 无法和家人团聚 于是他又来到经常去的那家居酒屋 在那里还有点家的感觉 老板和伙计一如既往的热情招呼他 他问今天有什么推荐的酒 老板推荐了一款纯米酒 他又问推荐什么料理 老板推荐了狮鱼刺身 促进青花鱼 炸牡蛎和肉豆腐 而何鸽子就点了小时候常吃的肉豆腐 老板给他端上了餐前小菜 是鱼子拌海带 抑郁带来好运 此时伙计端来了纯米酒 给何鸽子满满倒了一杯 酒沿着杯壁流进酒斗 极其的丝滑 何鸽子赶紧吸了一口 爽滑入喉 清香满口 接着他加起飞鱼子送进嘴里嚼 颗粒分明 越嚼越香 他很喜欢那奇妙的口感 时不时作一口酒 小情调立刻拉满 而他点的肉豆腐 看起来相当入味 食欲满满 老板给他装上颤巍巍的五花肉 和豆腐等食材 再浇一勺汤 放一个鸡蛋 然后就给何鸽子端了上去 对何鸽子来说 肉豆腐就是家的味道 他舀了一勺汤汁 尝了尝 是甜辣的味道 然后他把鸡蛋戳破 蛋黄流出 他夹了一块的肉 蘸了蛋液送进嘴里 蛋香肉香香得一张 再加一块豆腐尝尝 非常入味 口感特好 他一口口的吃的 不禁回忆起和家人一起 热热乎乎的 吃肉豆腐的往事 其乐融融 非常温暖 但现在他一个人漂泊在东京 感觉自己孤苦伶仃的 呃 您这一口酒一口肉的 一点也不孤苦好吧 这天男同事抱怨女友 不回答信息 说搞不清楚女友心里在想什么 另一个男同事说 何鸽子也是这种性格 让人难以理解在想什么 于是何鸽子很介意这句话 他来到经常去的小酒馆 点了烤明太子 烤得焦焦的 分外诱人 他感觉自己确实 不算是开朗类型 喜欢一个人喝酒 怎么算 也算不上是开朗性格 他夹了一块子明太子 这横截面 颗粒分明 非常漂亮 送进嘴里一嚼 火候刚好 鱼子在牙齿间破裂 那感觉棒极了 他赶紧又夹了一块吃 半熟的鱼子香味显著 端起酒杯来喝一口 真是身心舒畅 转天上班时 领导说要和销售部一起聚餐 让何鸽子选家餐厅 因为何鸽子天天下馆子 应该知道不少好吃的地方 因为上次聚会吃的是鱼 所以领导说 这次吃肉 何鸽子感觉责任重大 下班后 他赶紧出去找吃肉的店 有牛排 炸鸡块 烤肉 他无从选择 突然 他看到有家店在外面烤肉串 过去一问是烤猪肉串 那香味 那质感 他立刻就走进了这家店 他坐在吧台前 看到这家店的装潢 好像山间小屋一样 很温馨 他迅速的点了一杯生皮 和烤猪心 还有烤猪舌 伙计问他 盐烤还是酱烤 他要了盐烤 此时生皮端了上来 他咕嘟嘟一口半杯 姑娘 你可真是掉汉子 而他的烤串 正在炭火上炙烤着 颜色鲜艳 油光闪亮 香气肆意弥漫 很快烤串就烤好了 色泽极其诱人 他拿起那串烤猪舌 送进嘴里撸了一大口 贪婪的嚼起来 真是香得不得了了 咯吱咯吱的 口感十足 他一口口的撸着 厚厚的烤舌 简直太美味了 他三口两口撸完后 端起啤酒灌了一大口 然后赶紧把那串烤猪心 捏起来 满心欢喜的 送进嘴里嚼 口感同样美妙 弹力十足的 香味也很醇厚 他一块块 不停往嘴里送 樱桃小口 就像个绞肉鸡一样 撸完后 他又点了烤头肉 和烤肝脏 这次要的是酱烤 并且又要了杯啤酒 他四下观瞧 发现店里的面积还挺大的 公司聚餐的话 绝对做得下 此时 他的酱汁味烤串做好了 油光水润的 甚是馋人 每一块都很厚实 他捏起那串 裹满浓稠酱汁的烤肝 美美的咬了一大口 烤肝的特有香气 在嘴里蔓延 非常浓郁 越嚼越香 简直是极品 他三口两口撸完 举起酒杯 干了一大口 还没咽下去 就扑休的一声 嘴里往外直冒泡 酒顺着下巴直往下流 您这吃的也太投入了吧 转天 他就带着同事们来到这里 领导担心吃烤串 吃不痛快 怕部长不喜欢 盒子的公司人还真多 坐了满满一屋子 大家热热闹闹的 吃着小菜 而领导殷勤的给部长倒酒 一顿马屁拍过去 部长很高兴 还邀请领导周日去打高尔夫 一会儿功夫 烤串端了上来 有降烤的和盐烤的 大家一看 这形状这光泽赶紧开吃 一吃之下纷纷夸赞 太好吃了 真是远远超出了预期 突然部长一顿杯子 严肃的喊领导过去 大家都感觉不妙 哪只部长突然笑着说 这里太好吃了 说他们部门 对这个市井位浓厚的小店 很满意 领导这才松了口气 而部长特意对和盒子说 你选了一家不错的店 谢谢你 和盒子高兴极了 总算圆满完成了任务 女同事见他半天没吃 让他赶紧吃 和盒子捏起一串 吃了一口 真是无比享受 那位男同事说 之前他说 不知和盒子在想什么 是误会和盒子了 说你好像特别容易懂 对喜欢的东西毫不掩饰 和盒子开心的笑了 他的一颗吃货的心 是藏也藏不住的 而领导过来 让和盒子推荐烧酒 于是和盒子推荐了 鹿尔岛的一款酒 麦香十足 和烤肉串特别配 然后众人就高兴的 又吃又喝起来 和盒子感觉自己 还是有一点魅力的 这天和盒子又来到了 常去的那家酒馆 这些天正是公司的结算期 所以工作很忙 他感到很疲惫 端起啤酒 咕嘟嘟就是一大口 真的是解乏的很 老板赠了他一份醋拌凉菜 说可以转换心情 而和盒子又点了个炸石锦 就见老板一顿切削剁砍 弄了好几样食材 用面粉粘在一起 放在油锅里炸 油花闪现还挺漂亮的 一会儿功夫就炸好了 这一大块表面焦黄 很有食欲的样子 里面有洋葱 鹰虾 鸭儿琴 还有扇贝 可个子赶紧加了一块 蘸了盐 送进嘴里嚼起来 酥脆可口 咔咔作响 各种食材的味道 一起释放 鲜甜的口感 让人欲罢不能 然后他又撕了一块 蘸了天汁 如此吃起来 同样美味十足 他一口气把啤酒干了 啤酒配炸物 最地道了 这天办公室 就跟开了锅一样忙 领导一会儿让复印 一会儿要企划文件 一会儿要交货计划 大家跟疯了一样忙碌 最后领导高兴的大喊 终于完成了 他向大家表示感谢 于是下班后 何格子走进了一家饭馆 作为今天 对自己努力工作的奖励 他点了一整条 马面鱼 全鱼刺身 他问老板 推荐什么酒 老板推荐了一款 适合刺身的酒 何格子自争自饮 迫不及待喝了一口 口感温和 却不失爽快 就见老板手机眼快的 抓住一条马面鱼 然后三刀流 两刀流的就给切了 将白嫩如玉的肉片下来 薄薄的铺在盘子上 还把鱼肝脏切成泥状 然后就给何格子端了上去 何格子夹了一片肉 蘸了橙醋酱油 送进嘴里嚼了两口 真是新鲜无比 鱼香满口 他一片片的往嘴里送 咯吱咯吱的口感绝妙 再端起酒杯喝一口 真是享受极了 接着他把肝脏泥 放到蘸料里 然后夹起一片鱼肉 蘸了蘸 如此吃起来 更增添了一股香味 微粘的口感香甜浓郁 老板还给他端上了 马面鱼头做的汤 何格子高兴的端起来 喝了一大口 鲜美至极 深入骨髓般的美味 这次他可是吃爽了 第二集中 好了我要去撸串了 顾豆白下次见 有猴